我看你们介绍的时候这个平遥恰克兜 是三溪面食街天花板 今天带大家吃一个三溪千年古城平遥的特色美食 阿姨你是哪里人 平遥 哦 平遥的 不是恰克兜 恰克兜是恰克兜 恰克兜就是恰克兜 三溪面食果然博大精深啊 这个也是平遥古城的特色美食 平遥碗托 它是什么做的呢 白面做的 白面 看这一份卖是怎么卖 十 十八 十八 这个也是三溪平遥的特色美食 牛肉 那么这一份怎么卖 六十八 我现在就在后厨拍一拍 看看平遥都有哪些特色美食 平遥炒碗托 平遥炒碗托 对 炒碗托 好嘞 必须得着火 着火才有那个 还加了麻花 对 加麻花 这一份怎么卖呀 这一份应该是二十八 二十八 是不是这是啥 很像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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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份是怎么卖的 那是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 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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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份四十五 妹妹这个是啥 这是平遥猪头肉 嗯 这个猪吃是吧 对 这一份是 三十八元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蒸碗丸子 哦 平遥蒸碗丸子 嗯 这个是 哎呀 平遥特色美食太多了啊 这份多少钱啊 三十八 好嘞 这是啥呀 拿这个猫肚 师傅这是啥 脆皮串的 脆皮串的 哇好香啊 看着 好 现在师傅 炒平遥掐个刀 啊 这个是啥 葡萄丝 葡萄丝 西红柿 花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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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就是刚才煮熟的 哦 炒个刀 漂亮漂亮 好 小碗是小碗 小碗是小碗 好 平遥蛋炒 炒个刀 这个是吗 猪手 哦 猪手 哦 香香香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烧肉 烧肉 哦 这个叫猪肉熬菜锅 哦 就是这个啊 这个是爆浆瓷巴 哦 可以 这个菜颜值很高啊 这个叫啥 南梅山药 南梅山药 这西瓜都是免费送的 哦 哦 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啥呀 西红柿 六十八 六十八 对 好轻盈啊 这动作 好轻盈啊 刚才就是这一大锅哦 就是雪菜汤面 雪菜汤面 雪菜汤面 我看他家点的一个大锅的 割刀汤 锅仔面 锅仔面 就很适合家人聚餐 好 来今天和本地生活博主 贾兄 一起吃个平遥特色美食 就是他媳妇 哈喽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啊 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他家一百八十八的四人餐 对吧 好 看包含些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番茄牛腩锅 这个是平遥的蒸碗丸子 蒸碗丸子 这个 这个是得风下酒菜 好 这个是有机小白菜 这个是蒜苔炒黑猪肉 好 这个是 招牌蒜香油 好 刚才在后处拍了啊 这个是平遥的焦制碗盒 好 还有四碗 银尔雪梨汤 主食是 有平遥的掐个打 还有平遥的米饭 二雪 二雪一 一共四碗 一共四碗 好嘞 哇 这一桌丰盛啊 赶紧尝尝尝一口 嗯 特别香 这炒的就是好 看看这色子 中午或者晚上 真的就来这么一碗面 特别舒服 香啊 再尝一下他家这个姿势啊 也是平遥的特色 叫蒸苔王子 很香 真的很香啊 这个味道 你看啊他家 这家掐个打 桌桌碧点 红糖扎高 28一份 28 他生意很好啊 都做满了 很喜欢他家这个装修风格啊 古色古香的 德丰雅厨 真的是一家非常棒的平遥特色美食店啊 朝晚托 掐个打 来了碧点 位置在山西太原小店区 静阳街上 旁边 就是北张住宅小区南门